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林志颖从2010年起,接连四次抢载苹果产品发布会前秀新机,或封Apple爆料之神,不过两年前他开始趋于低调,理由是我不是代言人,今年更对万众瞩目的iPhone XS等新机只字不提,不过外界仍相当好奇他对新机的看法。 苹果昨天发布史上最贵新款iPhone,最高贵的iPhone XS Max 512GB售价52900元,高昂的价格几乎可以买一台机车,让昂有望之却不,据苹果报道,就连资深国粉林志颖也说,真的很贵。 他接着表示,可是要想,都是用最好的。 iPhone除非大改款,否则都猜得出来会有什么,我个人觉得,手机已经到极致,差不多了。 林志颖直言不会买iPhone XS Max,主要原因是太大,放口袋不方便,加上自拍画素又不够高,反而华为与三星早就超过2000万画素,原本期待荧幕下的指纹辨识,结果也失望了,表示自己会继续用原本的iPhone X。 也透露最爱的是iPhone 3GS,因为他手感最好。 林志颖曾在2015年晒出当时尚未开卖的玫瑰金iPhone 6S手机。 翻射自微博,林志颖曾被网友拍到抢先使用iPhone 7。 翻射微博。 翻射自微博。